今天上午的最后一个talk是关于H-Benz的一个新的赛装引擎 所以它可以用满费或者抓我来直接访问H-Benz的数据 然后这个talk的演讲者是 艾特迪迪的创始人王特博 那个能稍等一下 可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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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超过疫情热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是我们的创始人 下面是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项目啊,我们这个项目叫做NCD,我们是一个开源项目,我们所有的这个办法和资料都是在GateHub上面,大家可以欢迎来回来,啊,就是了解我们这个项目给我们打信,啊,另外一方,然后第二是我想介绍一下我们想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DUPE,还有这个Legplace,包括其他的一些NOSABLE的这个处理器数,在逐渐的就是变得越来越流行,逐渐的解决了更多个问题, 但是呢,同时我们看到,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主流的这个,啊,有很多这种啊,主流的这个应用,包括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的很多工程师还是更多的熟悉这种比较传统的技术,包括这种关键技能把这种技术,所以说我们想做的呢,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个RDUPE,把这个RDUPE的虚拟化出来,提供一个能够跟我们买C口间的一个接口这样的话,就是有很多这种组织对 对于很多公司,对于很多项目而言,可以就是说可以多快调整的,把这个RDUPE可以算得更好,用得更快。 好,然后呢,我想我就说,我就想讲一下就是我们开始就是说,啊,做这个项目的开始的一些就是想法,跟我们接触到的就是,啊,我们做的一些项目的一些实际的,就是解决这个实际问题,然后呢,我想谈一下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啊,我们,我们做的就是说,我们刚开始就是做的这个,相当于叫做pilot project, 我们直接的这个客户呢,它是一个做实际电信行业的一个客户,然后呢,他们对他们来说,他们就是,他们以前的应用是建立在NICCO上面的,但是呢,随着这个就是时间的推移,这个他们的数据的数据的,数据量变得越来越大,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中国这个人多很多,然后经济观点非常快,这个数据越来越多,同时呢,在同时呢,在中国也可以就是采集很多其他国家的采集的数据,所以说这个变得越来越大以后呢,就是超出了很多,这个数据越来越多,这个数据越来越多,同时呢,在同时呢,在中国也可以就是采集很多其他国家的采集的数据,所以 这时候我们在用NICCO传统的技术来处理数据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就有很多这种瓶颈,很多时候觉得力不从心,所以说他们同时,他们同时的方案是什么呢,他们以前的方案就是说,数据量大了,很简单,把数据给删了,算这两个删就不要了,但是呢,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案,所以说,我们就想给用户提供一个给予大数据的这么一种解决方案,再同时解决这个数据平行的这个,让他解决这个数据, 同时呢,他们不用,啊,花费很大的这个,力量去把这个移植到另外一个,呃,平台上面去,好,这是我们给客户就是说,提供的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呃,然后我们说呢就是,我们方案就是说,您以前是用那个,是用的MICCO数据库,然后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虚拟森,直接把你MICCO的数据,数据称换掉,然后我们内部通过我们的虚拟森,直接把你MICCO的数据,数据称换掉,然后我们内部通过, 我们的虚拟化技术,可以把就是,可以把就是,可以把用户的这个,把来的这个请求,包括你的视乎,包括你的查询,我们把它就是通过我们内部解析以后,通到HPC里面去执行,然后呢,这时候呢,你的应用力一直上来以后,这时候呢,用户表要做报表,我们把它的报表分为两类,一种是实时的,呃,报表,比如说我要出一个,呃,比如说我要出一个,呃,比如说我要出一个,就是说那个,呃,今天,比如说我的那个,今天就是这个,这个DBC的这个报表, 这样的,这样的报表的话,肯定就是,你在那一步,从机会上来讲,你可能只要扫几百万号,是推就能得到的结果,啊,因为这样的话,这种,啊,现在这种报表呢,实时,实时性要求比较强,因为都是这种,就是说前场的运位里面,他们他们想看到这个数据,啊,所以说就类报表,我们就是说建议用户部呢,就是直接在INCDP上来跑,这样子我们可以非常快速,可以很低的延迟,基本上是在一秒钟,或者说就是几秒钟的延迟,没得到的两个结果,但同时呢,用户有一类报表,就是说需要进行, 很大量的数据挖掘,比如说我想给过去几个月,过去几年的数据,做一个广景,这时候呢,就很需要就是,在后面要需要扫描,大概几两万号,甚至几十一号,大概数据当的时候,我们建议用户,把他们的这一样,这种类型的数据分析,把它迁移到那个,基因,SPAC,S,U,EBIT,的提器上面去,然后那个,然后呢,用户呢,就是,用户对我们这个题的高端呢,就是,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就继续比较走, 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同时,因为他们也需要做可以一直工作,就是说,他们需要把以前的一些,就是这个,呃,有部分报告,他们需要移植到这个,我要SPAC的区域,好,所以说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中间就是讲到我们这个故事,就是什么呢,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这个,理想非常美好,但是呢,就是,性质很骨感,就是说我们用户,啊,开始做这个项目以后呢,有很多很正面的东西,但同时呢,也遇到非常, 非常非常多的,很困难的,很困难的这种,就是,就是,可尔障碍啊,啊,因为用户的应用呢,换句话来讲,就像我们现在用的采铃的应用,就是说,每当你打个电话,啊,不能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交换机,就会把这个,把这个,把这个电话发到他们的,这个服务机,到他们的应用里面来,然后这个应用需要做一个判断, 根据这个来电,所以,根据来电,还有一个目的号码,做一个判断,是不是要多一个采铃,是不是要把这个号码转换成另外一个号码,然后在转换的同时,在转换的同时呢,就是需要把这个,是谁打的,拿给谁,拿了多长时间,直接信息把它记录下来,这样的话,才会给自己的应用,收钱,啊,就是这种应用, 所以说,那个,我们在跟用户就是开始做这个,就是项目以后呢,我们用户们非常喜欢,就是说,这个Hatube,还是这个HKZ的这个线性收藏能力,因为这个基本上,他们的数据放在这所有的瓶颈,解决了他们,包括今天,还有对未来的需求,同时呢,就是他们非常喜欢这个Hatube这个,就是非常开放的一个生态系统,因为在这个Hatube的生态系统里面呢,就是,你像这以前的数据不一样,以前的话,我们用Oracle,我们用MySQL,我们用Delift的时候, 那时候呢,你数据,建了数据库以后,是不可见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就是说,你想做分析的时候,你只能用它提供的,那些有限的SQL的语句去查询,如果说你想做一个非关系型的分析的时候,比如说你想做人工智能,比如说你想跟它一些,跟你内部一些非关系型的数据做关联的时候,你必须把数据倒出来,放到另外一个存储引擎里面去,然后再做分析, 其他的话就是,引起很多这种很复杂的内产,而我们在Hatube跟Hatube里面,各位都了解,我们数据是公开透明的,这意味着就是说,不管你想做什么样的差语,不管你想做什么样复杂的计算任务,你都可以直接在这个Hatube,这个Hatube里面直接做,没有不需要这个数据导入导入的过程,这是我们的就是客户,因为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我们发现这个Hatube,就是说,相对而言,跟这个Hatube, 是和其他的系统而比较,他的这个,这个随机图线能力还是非常,就是,还是很不错的,可以很快的看到你的数据,那同时呢,我们遇到很大很大的挑战是什么呢,主要是,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电信的一个应用,所以说它对延时要求非常的高,我们他们说就是,他们的要求就是说,不能最大不能超过而是个好量,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你有时候去看很多其他数据库的这个就是介绍的时候,他们经常说,我们的数据库是毫秒级的延时, 但是呢,这个就是说,听起来好像就是,应该不是个问题,但是呢,实际上这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当你考虑到,你有一个基于Java的这么一个应用跑起来,Java就是你的应用跑在一个你的数据库和你的应用跑在一个Java的虚拟机里面,每次GC的时候,几个号码就没有了,然后呢,你在这个数据,就发到这个操作系统,操作系统的时候,然后你的操作系统,如果在另一层里面没有去一盘读的话,如果用传统一盘读,这是就是,至少是滑管, 就没有了,如果说你要去SSD里面读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很多SSD说过是多少个微秒,但实际上你做了测试,我也发现,经常的情况,你失去两次一两个毫秒,然后还有其他情况是什么呢,经常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查询的时候,很可能一次的IO还有够,需要就是说,你需要去读好几个,需要就是,需要好几个IO操作来完成这个一个操作,所以加算加来的话,实际上你要做到一个就是,做到一个就是说,最大不能超过20毫秒, 一个延迟的话,是非常非常坚确的一个任务,然后这中间我们也是踩了非常多的坑,然后就是做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尝试,所以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这个,NCDB作为开始第一版本出来设计出来的时候,是跟那个Phoenix 非常类似,当时我们的想法就是说,Phoenix 这个理念很不错,它的这个路线很不错,但是呢,它跟Miceco不兼容,这样Miceco不兼容的话,就是我们更想就是说,直接能够用Miceco的驱动程序,因为Miceco有非常丰富的驱动程序, 所以它可以用GDB,CODB,CPH,Python,什么都可以用得起来,然后同时呢,就是Miceco上面有很多现实的应用,包括性能监视啊,包括这种就是更加高尖的应用,很严重多,所以当时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只是想做一个就是说,做一个Phoenix,然后呢就是,同时但是有更好的金融性,但是呢,我们后来到这个客户里面,就是这个项目里面,我们发现这个挑战非常大,这个延迟的挑战就是,呃,就非常大,然后我们试图在这个Edgeface里面,就是做起来, 做一些修改,最后始终是不能达到这个,就是最大不能超过20毫秒的这个要求,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还要做事务,做事务也是一样,因为如果单纯就是做事务的话,就是这并不是个问题,但是客户要求是说,我们要在20毫秒里面做完一个事务,而你当时考虑到就是说你的事务可能会跨表,可能会跨行的话,而且说说里面对的是一个集权的话,这时候20毫秒就最大不能超过20毫秒,就是这个非常非常客户的条件, 还有呢,最后呢,就是说用户会有一些就是这种,啊,比较实时的查询的要求,他需要做几个比较的关联,而在我们如果用Edgeface分布上的话去做的话,这就需要可能就是在不同的节点,做很多次的查询,可能完成这个关联,这时候的话就是说它的延迟也完全超过用户的期待值了,然后下面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做了,采采了很多,跟经历过很多就是这种很痛苦的经历以后, 我们起步就要放弃了,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们想到了一个新的,就是新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我们会,就是我们做数据库,做这个信息可能都知道,实际上就是说,不管你数据库有多大,实际上你的就是说,每天,或者说你每周,或者说你每月需要去读,会要去写的数据上有那么大,跟着我们过去的经验呢,就是说实际上你每天的这个就是这个活数据,就是你整个数据量的1%到5%,然后呢,你每个礼拜的活数据, 在5%到5%到10%这个范围内,然后呢,你每月的这个活数据呢,就是说在10%到15%,所以说这样子来看的话,就是当然了,这个就是这个数字,会随着就是你的这个行业普通,会随着你的应用普通,会有前面后面会有些咕咚,但是总的想法就是说实际上,你为了就是你要做一个运维,叫做一个前台的一个用户交付的一个应用,做一个地点式的应用,实际上就跑不跑起来的话,你需要就是需要每天读 我觉得数据量并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我们就想到就是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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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我们就在那个,我们就在那个,我们就采用了一个方案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我们在NCDB这个物理节点上,所以说我们这个NCDB呢,就是说, 啊,现在它就是,它的物理节点,跟它对付跟H-base的物理节点,是不同的物理节点,所以说我们在NCDB这个物理节点上,我们在本地,用一个 呃,500的GIGABYTE,就是一个SSD,把它的就是,越活数据,全部把它Cache下来,然后呢,如果说,当我们做了这一点以后,我们发现很多事情变得很简单了,这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要做一个查询的话,就是一个本地查询,而做本地查询的话就是,如果它的内存里面就是, 基本上就是低于一号码才能做完,如果它不在本地里面,在上SSD的延迟,基本上就是基本上就做完了,然后呢,如果在算上,比如说有时候,这个GBM的一些就是,它的延迟,在算上它操作系统的延迟,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打到用户的这个要求,然后呢,这里的话呢,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成本地以后呢,就是说这个事物也变得很简单,因为以前这个分布式时,我们就变成一个单机事物,然后呢,做关联也就变得,也就是很简单,也变得很简单,因为以前的话,我们要做一个观念查询的话询, 要去不同的节点,去找不同的数据,把它关联起来,那么现在本地的话,就变成一个本地的刺盘读写的东西,就是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然后呢,就是说通过这个方案呢,我们基本上最后就是, 就是达到的这个用户的这个,达到的用户的这个要求,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就是说,下面我讲一下就是说,我们最后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的架构,我们的架构呢就是,您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就是说,最左边呢,是用户的这个应用,然后它通过这个LINE C或的驱动程序, 可能是个GDPC,可能是个PH,Python,在我们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就是说,这个科,这个特定的这个用户中,它们是C写了, 然后呢,他们这个用户呢就是说,会通过这个驱动程序,把这个应用的中间的一些查询,把它通过网络发到我们的物理解键上面来, 然后我们的物理解键呢,最上层呢就是说是一个,是一个SQI的一个语法解键器,它解键这个,它解键这个,就是, 它解键这个,就是,这个,它的它的SQI的语法,然后会把它分割成很多,就是说,单表的读和写的操作, 然后它把这个单表和读和写的操作呢,然后它把这个单表和读和写的操作呢, 连给我们下面一个模块,叫做就是执行器,就是一个query executor, 它就会把这个基于单表的读和写把它一步步执行,把它一步步执行下来, 最后把这个结果把它,把它就是,归走,把它返回,同时呢,会做一个判断, 如果说你这个查询是一定要改数据的话,它就会把它, 它就会把它送到我们的试入处理器里面,如果说它只是个单纯查询的话, 它就直接去我们的这个本地高速网站里面找对应的数据, 这时候呢,又有两个情况,如果说这个数据的本地找到了, 你就非常快速就返回了,如果是找不到的话,我们通过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我们会有一个HBase的这么一个连接器,去HBase里面把数据拉出来, 拉出来的时候呢,先把它放到本地缓存,再把它返回到就是这个无纸里去, 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说对应实物性数据呢, 我们先把它放到我们的缓存里面去,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HBase Connector, 把它就是同步的HBase里面去,所以说我们最后是通过这么一个就是技术架构, 解决了什么一个,解决了这个,啊,实现了这个MySQL的这个兼容性问题, 然后再下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系统架构里面有很多这个层次结构吧, 啊,以这来用各自次结构也非常直观,啊,最上面一层是什么的网络层, 它主要是用来处理,就是说MySQL的这个Session, 用来处理MySQL就是它的那个,它的这个网络协议层, 它的这个包,铁包,红包,这方面的问题,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是有一个SQR这个铁包天机器的执行器, 啊,它会把这个就是把一个复杂的就是, 查询区把它分解成,就是单表的如何形, 然后再下面呢,我们有一个事物层, 事物层用来解决,就是说我们航锁,航锁的问题,做锁的问题, 同时呢,就是用来隔离事物,用来做这个MVCC, 可以把这个不同的事物做隔离,同时呢,它能够做到就是, 对这个,对事物呢,就是能够做这个事物的回滚, 啊,事物的提交,就是这样做,就能够完成的, 然后在这个事物再下面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高速管存的这些, 高速管存呢,它就是需要去管理我们在本地, 硬盘上,SSD上面的就是文件, 把它们用一种非常高效的方式组织下, 就是起来,然后再下面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 啊,Hbase的这个连接器, 它主要负责就是说,跟Sql,跟这个Hbase的这个, 就是交流数据的这个购乱的问题, 好,然后通过这个一个架构呢, 同时呢,就是还有一点,除了就是说那个架构以外, 同时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问题, 就是要跟这个,要跟这个, 要跟这个Garbage Collection作战, 就是现在是,任何这个,就是我们大数据应用, 我们把最后的代表去解决这个GC的问题, 所以说为了我们达到这个,就是说, 不高于20毫升的这个一个延迟的指标, 我们做了很大量的工作, 在就是在优化这个Garbage Collection, 然后呢,我们所有的这个核心代码, 就是说,主要指的是, 我们刚才就是那个数据库的那个缓冲, 啊,这个缓存的一层,文件的一层, 全部是用这个Java,Java,Safe API来做的, 所以说那个,我们中间用的就是, 就是LockList,SafeList, 然后用了这个就是, 就是MirrorMapFile, 中间就是对视我们做的一个Logging, 做了一个RedoLog, 然后呢,我们所有对这个,就是, 对行锁,对这个Cursor操作, 全部是用Java, Unsafe写的, 所以既然在这个程度上, 我们就保证了,就是说, 跟C,跟Z加加是一个性能, 一个量级的性能, 然后我们做锁, 是用的CPU级别的这个原子操作来做的, 所以说这方面就是, 就是,可以说就是我们, 要处理一个, 处理一个onsole, 是一个, 是纳条级别的, 然后同时呢, 因为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这个Java, Safe以后, 我们自己做运层管理以后, 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Java的一个HIP, 所以说我们的密信化进去, 就是说只需要一个4G, 或者说需要更少一个Java的HIP Set, 就可以完全达到, 就是, 可以,就可以, 这方面, 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 最后, 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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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这个代码, 是按某种方式写出来的话, 实际上你在, 就是说, 在生成一个新的, Java这个的时候呢, 它不会去Java的HIP里面去分配, 它会直接在站里面分配, 在Stack里面做, 这样子就完全可以避开, Java的这个GC, 这方面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所以, 最后, 我们的, 就是做了这个压力测试以后呢, 就是说, 我们发现我们的这个, 在用户的环境里面, 应用起来以后, 我们有90%的, 呃, 我们有90%的那个, 这个查询操作, 是低于一个毫秒, 就是说, 这时候呢, 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数据, 全在内存里面, 然后, 9% 是需要大概10个毫秒, 啊, 这时候呢, 就是说, 这时候可能就是说, 你的这个, 数据不在那层里面, 但是在本地的高速管层里面, 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读写操作, 有时候, 一个查询可能是多表, 所以, 就是说, 会多几个毫秒, 然后呢, 还有1%, 是20毫秒, 就是说, 这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在某些很偶然的情况下, 你在你读数据, 在你去IU读数据的时候, 同时有一个GC出现, 这时候加起来, 就是会达到20毫秒, 同时呢, 0.01%的时候, 到了50毫秒, 这有时候就不可控了, 因为它那个, 这个Linux code系统呢, 就它有时候, 就说它会, 它们也可以做一些搭配接下来看, 它有时候也会, 就是说, 机器的活动的情况下, 它会把你, 就是用户的线程, 停能起了70毫秒, 这是属于完全不可控的状态, 所以说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最后做了这个压力测试以后, 呃, 我们的用户对比的,他们以前用info,info,myseco做了同样的压力测试,基本上是同一个指标 所以说完成了,他们用户对我们的性能,对我们用户这方面,就是达到了它的指标 然后另一方面,在用户这边,现在做测试以后,我们发现了,我们用了这些技术手段以后,我们能够做到一个线乘0秒钟,可以扫100万号数据 如果说这个数据是在本地的话,就在我们的高速满足里面的话,同时呢,我们就是说做这个事物性这个数据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能做到就是,如果不考虑IO的瓶颈,不考虑网络瓶颈的话,我们能做到就是,每秒钟每一个线程,20万号数据,可以插入数据里面去 然后呢,下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技术上做了一下就是,用YCSV做了一个,做了一个计算测试 对比了在同样的硬件下,就是说在一定的优化下,我们对比了就是说,比较主流的一些数据库 包括我们开源的MySQL,Postgraphs,和那个,和大家比较知道的就是,心理读书的这个数据库 就是,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不管在我们做了一个就是,指读测试,还有做了一个就是,读readhavage的一个测试 readhavag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所有的查询里面,90%是读,10%是起的 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最能够对应,我们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基于无界面应用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跟现在主流的基于C,传统的这个问题数据过程 同一个量级,而且我们还稍快一点点 然后下一步呢,我们还做了一个就是说,我们做了这个TPCC的这么一个基础测试 我们做TPCC的这个用的软件呢,是Benchmarksqr 这个软件呢,是Postgres的设计开发的 现在也很,就是用的,大家就是Postgres 很多这个数据库上,他们在做自己这个测试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就是说,做一个测试 对比一下就是开元的数据库,对比一下这种B元的数据库 基本上也可以看到,我们是同一个两极,还是要快一点 好,然后呢,最后总结一下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想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想填补现在HBase里面一些就是说 用不需要的一些功能吧,从而就是说实现就是说 可以把这个质量变得更加丰富一些 然后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完全支持 MySQL的这个网络协议 这意味着,所有的MySQL的虚弄程序 可以,大家就是说可以直接拿过来用 所以它有很多这个对不对很多不同语言的虚弄程序 都可以拿起来 同时呢,我们支持就是说这个MySQL里面它比较核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查询的语访 包括所有的DML,包括就是它的核心的DBL 同时呢,我们支持就是那个,它的那个就是所有的数据类型 然后它的函数我们目前支持45% 同时我们在就是说,在就是说,在就是说 在就是说,还有不同的就是在往前走 还有不同的开发转会去加和支持更多的这个函数 同时呢,我们支持非常非常低延迟的这个实力处理 非常非常低延迟的这个就是,惯面性的这个查询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在这个 在这个所有方面,我们支持这个MySQL的这个就是,这个 就是unic index,那unic index,还有the full index,就是unic index 然后呢,同时呢,就是说,一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 另外一个很大的,很非常的就是,大的挑战 实际上不光就是对MySQL这个它的,语法的支持 因为语法是公开的文档,你看文档,做测试,把它实现了,就能做到 但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很多方面是什么呢 是对这个MySQL行为模式的一种模拟 因为就是说,我们发现有很多,上有很多很多应用 它对这个MySQL自己的一些行为模式有很强的依赖性 包括这个,它自己做锁,MySQL里面有行锁表锁 这个我们都实现了,然后呢,包括就是 MySQL里面有这种手动的事物提交,跟这个事物维稳 我们也实现了,那包括呢,就是那个,它的这个 multi-version,这个 concurrency control,我们也实现了 啊,还有一些很奇怪的,像MySQL里面有些很多很奇怪的东西 比如说,像MySQL里面,它支持这种,就是全部是零的时间 还有这个时间出卧 还有包括一些东西,叫做ZeroFail的这个 这个引起的元素,是这种很奇怪的东西 我们就说,我们都在,就是我们也实现了,就是说 这样子可以达到,就是说,我们的目标就是说 用户,如果想移植一些,一定应用到这个 这个,这个HPS上海里面的话,就需要做很少的感觉 啊,然后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目前来讲 就是说,简单介绍就是说,例取消 我们目前测试过的一些,那个应用 把这些直接的跑出来的应用,包括这个 这个MySQL的这个命令行,5.5.6,能跑得起来 MySQL的它的界面,workbench,哦,我听错了 然后,这个也能跑得起来 然后呢,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那些开源的,就是说 一些这个,这个,呼吸界面的一些 查询工具,DB,Squirrel,Squirrel,都能跑得起来 还有包括一些比较流行的应用,包括 Media,Wiki,SomitePure,PHP,MyAnime,还有 Benchmark,Squirrel,MLSXB,都能跑得起来 但就是这个,我只是列举一下 就是我们其中大家比较开源的 啊,比较这种流行程度比较高的这种 应用,我们还有好些就用过自己的 私有应用,我们也把它都全移植过来 啊,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项目呀,还是一个 非常非常年轻的项目,我们最后 就是说,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今年就 去年里推出的第一个版本,今年 我们开始就是说,在用户里面做了一些 就实际的应用,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 我们还是一个很运行的项目,同时 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啊, 主要现在最大的不足之处呢,现在 我们还是一个单节点的一个 就是说 就是说,你后面的HPS 群,可以是一个非常大的群群 但是呢,我们这个 NCTV目前就是说,是跑在一个 物理的节点上, 跑在一个就是说,物理上一个固痛的 节点上,而且目前是个单节点 所以说,这是我们就下一步 要做的事情,我们短期内 会就是说,会非常,就是会 对,啊,注重开发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高可用,或者是一种 一层的一个架构,然后下一步 我们会做一个多节点 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 再往后呢,就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是打造一个,就是说,啊,一个 虚拟的,一个低延迟的,一个 一个CP的,这个一个系统 啊,同时呢,就是说,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在就是不同的寻找这种合作的机会 同时,我们也在就是说,想就说 跟这个,HGIS 跟它对的这个用户社区,就更加紧密的合作 起来,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 啊,我的这个,就是 我的这个,就是,我的这个 slide有这么多,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好,行 其实就是,就是刚才您说那个 多节点的那个部署 我可以,就是 首先介意 就是,我介意可以使用 阿卡的一个, 在上层的封装里面的一个 分布式部署的架构 可以 也就是 因为我们 somewhere 让我们前面交流就 一下用到,所 是就是,用到的那个,我们是在那个 整个的那个,整个的owego 员, 준 这一个问题 我想我们过,现在,在交流一下 我想。aha 好吧,謝謝 還有沒有問題 這麼就放過我了 這樣如果帶有問題的話 我們下來交流吧 今天上午的議題到處就結束了 大家可以到一樓去吃肉餐 打一個黃色的群餐券 好的,非常感謝 下午的議題是一點半的開始 就是時間